其實如果在很多政府,尤其是區議會選舉 這樣兵敗如山倒,超過八成的議席是喪失的話 其實在很多地方的政府已經倒台了 已經一定是鞠躬請辭的,不用說了 但是香港政府是不需要的 就是我們這一個這麼獨特的一國兩制 令到我們的特區政府是完全不需要負責任 當然你會說,不是呀,香港沒有執政黨的 那些人選輸了,又關特首什麼事呢 其實過去大家都知道,保皇黨一直都是保教護航 不然麥美娟不用跟林鄭說粗口 就是因為她都知道大家捆綁在一起 你也不要忘記行政會議裡面的行會成員 是有民建聯的人的,有自由黨的人的 你不可以說你們沒有份的,整件事 我一直都會覺得這一類的政黨 無論是民建聯、工聯會、自由黨這些 其實他們骨子裡都是借助這個所謂的行會成員 來助大自己的勢力,不是反過來的 是因為自己有一個政治能量 所以就在這個行會裡面可以有些發揮 或者是協助政府施政,其實不是的 全部都是收命令的 政府叫你投什麼票你就投什麼票 中聯辦打電話來叫你投支持就支持 反對就反對,甚至可以夠膽死 所以說大學的醫學院撥款 他們都可以夠膽抽起出來的 就是因為那幫保護黨說要懲罰 懲罰那些大學 這些是離譜的 現在說香港就算不是因為現在這個武漢肺炎 其實那個醫療系統都應該是要大力投資下去 香港又不是沒有錢,對不對 那你在大學裡面的醫科院,是不是 那麼緊要的一個大學部門 那其實我絕對相信很多香港人 非常之願意投資下去 但是你竟然用一些政治理由 而宅愛它的發展 這個說得過去嗎? 經常都說自己是建設的一群 你正式就是在破壞香港不單止的醫療架構 還有就是令到香港禮賓落淚 就是正正就是這些所謂建制派 但是最不建制 好的,我看到現在其實是全民整覺的 很多人都是看清楚究竟政府出現了什麼問題 而出現的問題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是一個政制的問題 所以政改是必定要出現的 你一天仍然沒有雙普選 仍然沒有一個真實的問責制 只會重複發生的這些事情 我想香港人很多都真的看得清楚 你都真的明白這件事情 所以很希望接下來 特別是立法會選舉 都希望是會見到的一個改變 議會過半 這個是肯定的目標 當然你要說議會過半 這樣可以做到什麼有什麼用呢? 其實不要忘記 如果議會真的過半的話 有幾件事情 第一,立法會主席的權力非常之大 所謂的展報 或者所謂的立法會會議的編排 全部都是靠主席 你過半就是我們得到主席的位 第二,就是不要忘記 如果你真的過半的話 無論政府推行任何的法例 包括二十三條 包括二十三條 其實是需要一半立法會議員支持的 如果這一刻政府推二十三條的話 如果我們是真的可以在立法會過半的話 我們這四年一定不用怕 因為他不可能拿上來 因為一定能否決到 因為我們要過半 如果過半的話 沒有忘記 所以我可以殺停所有大白杖工程 現在很多人工島 擺明是擺一個地方在香港 其實就是打穿 由深圳那邊出去了南島 其實是一條鐵路直接進去人工島 這些全部都是你看到 我們可以在財委會那裡 只要我們不斷說 過半的話 所有這些大白杖工程 或者根本上是把香港的血 輸出去別的手段 其實我們全部都可以制止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其實我們是可以逼使到 政府是有些的改變 是必需要改變 如果不改變的話 那些就完全過不了 這是一個很現實的一件事 所以我們也在說的 不只是立法會 接著下一個就是選委會 當然我很希望到時候已經有雙普選 但如果沒有的話 仍然是用現在的模式 來選特首的話 如果我們是很接近 這個特首選舉委員會 如果他裡面接近六百的話 的話 其實那個政權是受到很大的壓力 和挑戰 到時候 他那個特首 的候選人 一定會想一些方法 來爭取 一些所謂的偏 淺藍淺黃的支持 起碼他的施政不要這麼過份 但是無論如何 我們都一定會逼他一件事 雙普選 你不承諾雙普選 我都一定不投票給你 如果你要爭取我們的支持 做特首的話 那你一定要支持雙普選 當然我正如你所說的話 我就當然想 今天 或者不是今天 昨天 應該已經要出現雙普選了 所以就是說 現在做的所有事情 其實是如何佈局 來迫使 是我們 其實不可以用迫使 只不過就是說 基本法 就是基本法寫了的 是不是 在07、08年之後 其實香港是可以 進行普選的 是不是 先立法會 先這個特首選舉 跟著就是這個普選立法會 這個是基本來的 這個是基本法 給香港人的權利 而是一直 去到現在 仍然拖到今天 是不是 如果不是因為這個事情 都不會有14年 遇上運動 整件事 都是因為政改 所以 我覺得現在香港 已經去到一個位 你再不做政改 你再不做政改 其實只會變為一個一制 還有現在 什麼年份 現在已經是2020年 1997到現在 23年差不多一半 我們差不多一半 就算你做政改 問心那句 你由諮詢 再走那幾部曲 其實至少都搞一兩年了 至少都搞一兩年了 如果就算是今天決定做 都要走過這些程序 我相信都可能一年半再 在這樣的情況之後 其實你真的出現 雙普選這件事 可能已經是超越25年 就是這個97歸之後25年 過了一半 你還未實現到雙普選 那你再過多10年8年 再拖多10年8年 那你這個50年不變 你只剩下10多年了 那你又信不信到其時 就是中央會逼你雙普選 就是說要一個10多年 那跟著怎樣呢 那跟著不用搞那麼多 那他就到時候說 過往我們都過了50年 都有效 行之有效 一國兩制 就用現有模式 甚至乎我們都要改改了 我們那時候說50年而已 那之後沒有說怎樣 那之後就幫你行一國一制 香港就行大陸法 所以現在那些建制派 你要想清楚 他必須要回答一個問題 就是 基本法走到2047之後怎樣 究竟是繼續基本法 繼續這樣的一個兩制 還是要實現真正的普選 還是實際 不用了沒有基本法了 將來一國一制 你到底要支持什麼 你現在很講明 那但是 對香港長遠發展的利益 究竟是什麼最好呢 我想大家都心知肚明 一定不是現在這個方法的一國兩制 一定不是一國一制 香港過去這麼多年來 就是 持著 即是用不同的名字 無論你說以前是殖民地也好 或者叫一國兩制也好 其實都是買一個概念 就是和大陸不同 是不是 就是有這個不同的制度 才令到香港可以做很多大陸做不到的事情 甚至乎 國際社會會會視香港是國際城市的一元 而不是中國裏面的其中一個省市 這個 那幫的保皇黨他們要認清楚 究竟香港的優勢是這一點 而不是 所有東西是跟著大陸那一套 而衍生的問題 你只是針對那些人貪污 你只是針對那個官員辦事不力 但你沒有想過 因為這個制度 令到有些人出現 即是等於 難道你跟我說 因為香港當年一班警察貪污 我們拘捕那些警察就可以了 叫那些人不要貪污 貪污的人拘捕就算了 不是的 你都會想 不是的 這個制度有問題 警察查自己有沒有貪污 那些查的那些又可以貪污 是不是 所以為什麼要有廉政公署 但是同一個道理 又要怎樣都要抽水 反過來 現在就是說 監警會 為什麼那些人信不過監警會 就是因為警察查自己的警察 有沒有違規的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為什麼ICAC你覺得有需要 但是為什麼查警察你覺得沒有需要呢 其實道理是一樣的 當日如果覺得警察查警察是可以的話 就不會有ICAC 到今天你覺得 你經常說 香港好在有ICAC 那為什麼監警會不應該獨立呢 為什麼這幫警察是可以自己查自己的呢 所以這個就是 講到制度的不同 我們為什麼經常都說 五大訴求缺一不可 其實裡面背後的 真正的含意是講到制度 不是一件事 是講到制度很有問題 為什麼信不過你的制度 就是因為你自己人查自己的人 講到尾都是 所以其實這些事情 不只是單一的 這些全部都扣住了 只不過香港可能過往就是說 這麼多一環扣一環 我只是習冬一環 以前董建華有問題 那就換了他 曾蔭權做到最後都 就是萬治不保 小叫做 那就變成梁振英 梁振英有問題嗎 或者本來想要唐英年 然後他有問題 那就換了一個人 去到現在 林鄭月娥其實不是也是這樣 剛才說的一環扣一環 你想不到的就是原來制度 出現了問題的時候 令到 剛才所說的監警會等等 全部失衡的 其實香港真是幸運有ICAC 如果今天仍然還是沒有ICAC的話 我絕對相信 政府是不會做的 是一定不會做的 是不會出現ICAC的 因為他不想那個制度 他不改這個制度 才可以隻手遮天 他不改這個制度 才可以人治 但是他就要有這個人治 但是在你面前就假裝有法治 但是其實那個架構 其實很人治 你看到現在 所以希望這一件事件 其實已經是令到很多香港人醒覺了 但是我們更加是 真的齊上齊落 大家是團結 要去令到制度改變 令到香港才會有一個公平的社會去出現 建制派是不會醒覺的 真的嗎 我覺得建制派這幫人不會醒覺的 他們現在不是在反林鄭嗎 他們是在反林鄭 但是她的內心底處 那她不是又是撐 就是阿爺 他們現在不是不醒 他們不是不醒 他們從來都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但是只不過還沒良心而已 我經常都覺得 人是一定有良知的 一定有的 只不過是你願意掩著多少 你願意用你的利益來換取 你掩著多少的良知而已 每一個人 我相信每一個人多壞的人 他一定知道什麼是對還是錯的 我覺得極少數是不知道自己是對還是錯的 極少數 大部份是假裝的 明明 因為他們好像人家都說 人一難腦捉殘 他意思是他真的不醒 是啊 他們其實不是不知道的 我覺得他們不是不知道的 但是只不過是說 他見到眼前利益 他見到這個依賴權勢 會對自己帶到的好處 所以就算有些是非黑白的事情 他都埋沒良心 告訴你黑是白白是黑 其實是這樣的 我絕對相信 他們其實是知道 那些事情是錯的 或者是道理說不通的 只不過是不斷和自己洗腦 因為你要這樣洗腦 你要表現給阿爺看 那你才可以上位 他自我洗腦 就告訴人 是啊 這樣才對 這個明明是四方形 這個圓形來的 圓形 這個地球四方的 他們是要埋沒良知 要這樣的程度 他才可以上位 所以就是說 我不認為他們不知道 我不認為他們不知道 但是他們是刻意這樣做 因為如果不是這樣 他根本上不可以在這個圈子裡生存 也不可能做到今天的地位 所以其實這個很悲哀的 香港人為什麼要這樣呢 還有你很多時候的事情 是有絕對的對還是錯的 但是為了 剛才所說的 無論是權勢 或者身份地位 就是埋沒了很多良知 所以我經常都說 他們不是沒有良知 他們是埋沒良知 我想那條片大家看到 以為是在看 在最新一集《古惑仔》 在拍片 你想想 是一個警務處處長 在一個這樣的場合 說這些話 甚至乎 他說 我不會做警察 都是看電影學回來的 這樣 死定了 難道楊岳橋 郭榮鏗 梁家傑 因為看《一號黃庭》 所以才懂得怎樣做律師嗎 難道我是因為看這個 是一個充上雲宵 我才學會怎樣開飛機嗎 不是這樣 就是 他把自己的專業 是矮化得很厲害 如果還有這件事 警察是一個專業來的 本應 我加回這個字應該 本應是一個專業來的 但是原來你矮化到 你這個專業 是你看電影就能學得懂 或者都是靠看電影才能學懂 你矮化這個專業 還要不要忘記 你是這個部門首長 而一個部門首長 是不是講這種話 是不是真的 是一個這樣的場合 半公開 我視之為 不是一個公開場合 我同意 但是是一個半公開 因為始終是很多 你不認識的人 在裡面 有很多外界的人 在裡面 而講一番這樣的說話 是完全矮化了 就是這個 警務處處長應有的尊重 雖然 我們會說 這個鄧炳強也不用這麼尊重他 我現在講的尊重 不是尊重我們鄧炳強 是應該尊重警務處處長這個身份 搞清楚 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 就導致到 沒有人會尊重這個警務處處長的位置 你也都看得出 他在裡面講的說話 其實是拆鞋 其實很悲哀的 你身處一個這樣的位置 你去鄧炳強去拆鞋 沒有問題 但是不是一個警務處處長去拆鞋 永遠都是這樣 你搞清楚自己代表什麼的身份 你做什麼的事 而 完全沒有反省的 覺得完全沒有問題的 我覺得 香港的警察可以低處 低到這樣 甚至乎 我覺得 今時今日 做銅軍好像更好 做警察 大家都會覺得 就是 你警察不敢去守那些 檢疫中心那裡 就叫那些銅軍去 真是離譜 全香港最好裝備是你這幫警察 但是你又貪心怕死 竟然是想要找銅軍去 自己不去 所以你看到 這一幫警察的形象 為什麼低落到這樣 不是沒有他的原因 我想現在的警察 這麼目無法紀 其實是否真的看得起多 以為自己拖槍是惡了 他是不是真的搞錯了那些事情 所以我終於開始明白了 是否鄧炳強看得多 看少一些電影可能沒事的 看警察通例 不如叫他 看多一些法庭判例 看多一些香港法律 看少一些電影 我會勸他 其實那個 剛才所說的中學生 其實現在都安全的 他都說他村附近那些 都沒有一些感染過 但是當然 每一天都比較麻煩 譬如去食物 全部都是等法放 那些都是好一段日子 不要忘記到 但是隨著疫情繼續變化 你不知道會不會很快 就出現問題 是不是 還有如果政府真的包機的話 他可能都是集中 在武漢那裡先走 怕 那他不是在武漢 他在湖北其他省 就是其他市 如果去那裡的時候 代表他可能做的要更長 我覺得他始終是一個 十五歲就是未成年 如果是讀中學應該是中三 中三的學生 其實這樣長時間 在大陸這樣困住 是很不健康的事情 當然沒有人想的 也都可能有人會說 根本上他就不應該去大陸 但無論怎樣都好 他做了 甚至乎他當日做的都是因為是探望阿婆 阿婆行動不便 他故意回大陸談去 那是否情有可原呢 又或者是否 即是 你怎樣都要處理的 他有沒有急需回來 他身體狀況 身體狀況沒問題的 他有其他的 其他 有一個說 那些藥快要用完 但是那些就用完 他當然有找一個 駐武漢辦事處的人 即香港駐武漢辦事處的人 他們都盡量安排 看能不能給他藥等等 但是你都不能夠長久 你都會告訴你 你的計劃是怎樣的 我經常講的 都是你的計劃 你的計劃是想怎樣的 究竟你是 政府沒有說什麼時候接回 完全沒有的 完全沒有說什麼時候接的 所以就是說 又是回到剛才一句 一開始我就是說 如果你說你政府不接的 政府說明就是 你要等你大陸 通回了 容許你們自己可以自由進出 湖北省了 那你回到香港的時候 就在旁邊 你可以這樣講的 簡直就是不理你 你自生自滅 不理你 你可以這樣講的 沒有問題的 你說清楚 人家才會有他的考慮 還有人家才會再想 我有什麼方法去處理 用他自己的方法 不用管你特區政府 沒有問題的 這個 但問題是你特區政府 不是說到 他們說我們會處理的 我們會現在在談的 說你談了幾天 就是不同的國家 已經去包機接走了 那別人那些人 都會可能在整個湖北省四散 那別人接不到的 為甚麼 是你特區政府接不到的 就是你這個就是顯示得到 你的無能 還有你突牽不到 一國兩制 那兩制去了哪裏 講了很久 那兩制去了哪裏 那 你現在沒有辦法的 那些人全部都是靠 拆鞋上位 全部都是 靠阿如鳳城的方式 來得到今天的地位 那他們是沒有個人意志的 正如剛才所說 他們不是不知道 但是埋沒良心不做 作詞文作詞文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